鮮肉 Hello 大家好 I'm Candice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book It's called A Very Hungry Little White Bear This Little White Bear likes to eat cloud And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s after he eats cloud? Let's read it now 我们一起乐 obrigado吧 好饿的小白熊 珊娜和露露散步的时候 看见草丛里冒出一团白色的东西 他俩走过去一看 哦 是只小白熊 不知为什么他无精打采的 怎么了 他们问 我弯着弯着肚子饿了 就回不了家了 小白熊回答说 于是珊娜和露露拿出 他们喜欢吃的点心说 我的给你 我的也给你 可是小白熊看了看点心并不想吃 只是呆呆的做着 是不是不喜欢点心啊 珊娜问 小白熊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小白熊指了指定上的云彩 小白熊 你是想吃云彩吗 珊娜好为难 不过看到了桌虫碗 他就笑眯眯的说 小白熊 我要请你吃云彩 一起来帮忙好吗 小白熊一下子来了精神 珊娜找了一些树枝 用绳子绑起来接成好长好长的桌虫碗 然后他们开始捉云彩 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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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小白熊喜欢吃的云彩 然后大家一起做云彩团子吃 云彩有一点点甜 还带有太阳的香味呢 小白熊很开心 珊娜和露露也很开心 吃了云彩 珊娜露露和小白熊 就轻飘飘地扶了起来 升上天空 珊娜开心得不得了 咱们在天上探险吧 于是大家一起坐了一条好大好大的云彩船 船都呼呼呼地飞呀飞呀飞呀 玩着玩着肚子饿了 珊娜和露露就大口大口地吃云彩 小白熊也吃得呼噜呼噜的 没想到 小白熊慢慢地变大啦 珊娜它们吃了好多好多云彩 肚子撐得鼓鼓的 再也吃不下啦 可是小白熊还在吃呢 呼噜呼噜慢慢地 它越吃越大 越吃越大 呼噜呼噜 慢慢地 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小白熊 你吃了太多了 肚子会吃坏的呀 可是小白熊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 飘啦飘啦飘啦地下起雨来 随着雨点 珊娜和露露慢慢地落了下来 刚落到地面 哗啦 雨就下大了 珊娜和露露赶紧跑去躲雨 雨快点停下来就好啦 嗯 终于停了 它们出来一看 嗯 小白熊不见啦 也许是小白熊吃饱了 回家去了吧 珊娜向天空挥挥手 再见 小白熊 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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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